老公 你刚刚扔了个什么东西出去 能有什么呀 你爸的破衣服 破被子 破筷子 破碗 大林 你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 咱们出去玩 你带他干什么呀 带就带吧 还带那些破烂 带那些干什么呀 出去玩 是没吃的还是没穿的呀 我爸他年纪大了 现在脑子也有点不好 他们那代人穷怕了 就怕吃不上饭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 就不能理解一下他老人家嘛 再说了 你这刚刚是什么做法呀 我什么做法 我大方给他一丁点好脸色 你更要带他走 李大林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说 我爸好的时候 对你也不错吧 现在他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反倒嫌弃他了 你这样做 合适吗 他以前对我好呀 那是他应该的 你看看他现在那个病痒痒的样子 看见我就心烦了 当你 我就把话给你挑明了 咱们既然出去玩呀 就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的 你赶紧把他给我放下去 那我要是不放呢 不放 那我们就离婚 离婚是吧 好 来你给我下来 你你干嘛呀你 我妈她走着走 我爸她一个人 一把屎一把尿的把我拉扯大 他现在落得了一身病 脑子也不太好 我带他出来转转 怎么了 你闻闻他身上那个酸臭味 谁能受得了呀 什么味道 那是父亲的味道 是父爱的味道 而你身上是没有人性的味道 更难闻 你 你什么你呀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好 那我今天就看看 有多少人支持你这个大孝子 如果没有的话 你现在就是在下车 有多少人 今天我就让你看一看 家人们 百善 孝为先 我相信你们也是善良的人 你们支持我吗 我相信你们也是善良的人 我相信你们也是善良的人 我相信你们是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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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一个臭小大街的 弄在了我的车 你呸得起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你擦干净 你那手那么脏 能擦干净吗 给我把衣服脱下来 擦 我 我什么我 别啰嗦 要不就赔钱 好了姑娘 这就擦好了 鸡都被你擦掉了 赔钱 我 我没钱 没钱 没钱 没钱就把地上的饭吃了 你说吧 吃饭还是赔钱 你自己去 等一下 大姐你没事吧 李经理你也太过分了吧 老板是他把我们车弄脏了 这车脏了可以洗 这饭脏了能吃吗 你吃一个给我看看 老板我 大姐这两百块钱 就当是我替我的员工赔给你的饭钱 不用了不用了 老板这也太多了吧 你就拿着吧 谢谢谢谢老板 这车是你的吧 嗯是我的 我一直在这里等车主 车窗户没关 里面还有一个包呢 谢谢你啊大姐 没关系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我还有工作呢 大姐你等一下 大姐谢谢你帮我看车 我不知道你介不介意换份工作呢 如果不介意的话 就来做我的助理吧 我的公司就在前面 真的吗老板 太谢谢你了 那明天早上八点 我在公司等你 哎哎 老板你让他做了助理 那我怎么办呀 你 你被开除了 马上回公司 把工作交接一下 给我滚蛋 快 Casio 行我马上就到 怎么了 小姑娘 姐姐 你的包掉了 谢谢你啊 姑娘 水 水 姑娘 你渴了 这个还是新的 你拿着喝吧 吃的 你饿了吧 姑娘 你的包 哥哥哥哥哥 有吃的啦 哥哥哥哥 有吃的啦 你快吃 给他 妹妹 你哪来的面包呀 哥从小就教育你 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不能要 哥哥 这是一个漂亮姐姐 给我的 你快吃 哥哥不饿 妹妹 我做一个年养的 我最后太爱了 她还没吃的 不太爱 她为什么要 qua 我生命是不是 就能吃 姐姐 我说 我都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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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去 谢谢姐姐 谢谢 哦 对了 我这里有一些钱 你拿去把你哥哥的眼睛治好 不不不 这个钱我不能要 你就拿着吧 小姑娘 你的善良 还有你们的兄妹之情 深深的打 你找谁呀 你就让我进去吧 我找李经理 找李经理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李经理他今天不在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进去吧 怎么回事啊这是 老板 这个人他非要进去找李经理 李经理他今天不在 我今天呀 必须得找到他 大姐你好 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 请问你找李经理 有什么事吗 老板 您就是老板呀 这个李经理欠我老公 一年的工钱了 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他 我老公现在因为工伤 在医院里 他等着做手术呢 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 我今天呀 必须得找到他 哎 大姐 你别激动 这样吧 有什么事 去我办公室里说吧 坐吧 大姐 你别着急 我呢 先给李经理打个电话 那总 人家还想再买一辆车 行 宝贝 只要你开心 姐什么都给你买 不差钱 喂 李经理 你现在马上来一趟我的办公室 不行呀 我现在在外地考察市场呢 我给你十分钟的时间 如果你十分钟还来不了的话 你以后就不用再来了 等我一下啊 我马上回来 老板 你找我是有什么急事啊 你认识他吗 哎 你不是铁带他老婆吗 你怎么还找到公司来了 李经理 你就把欠我老公一年的工钱给我吧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过几天给你结 李经理 我都来找你好几趟了 要不您再忙 要不您就不在公司 我实在联系不上你 我迫不得已才来公司找你的 如果今天你再不把工钱给我 我就不走了 哎 我说你 我不就欠你老公几万块钱吗 你至于闹到公司来吗 我老公还在医院等着这个钱做手术呢 我也快生了 行了行了 别说了 你不要面子 我还要面子呢 够了李经理 你怎么能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呢 再说了 这铁袋的工商费 我不是早就让公司给你了吗 哎呀丹总 就这点小事 我来解决 这是小事吗 小李 你不仅拖欠人的工资 还苛扣人家的工商费 逼着人家老婆 挺着这么大的肚子 从乡下赶过来 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你承担得起吗 我们都是从农民工做起来的 你应该知道 他们赚钱有多么的不容易 他们 上有父母赡养之恩 下有子女养育之责 你拖欠的 不光是他们的工资 那是血汗钱 今天 我告诉你 这做人 丢什么 都不能丢良性 妄什么 都不能妄善良 现在 马上把拖欠他们所有的工钱 都给我补清 否则 我亲手把你送进去 好的老板 我现在就去 我现在就去 大姐 对不起 大姐 这张卡里面 有钱 你赶快拿着它 去医院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快去吧 什么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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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